去得到一个印证 好了 释迦牟尼佛由兰跟古佛授记 由兰跟古佛授记 这一位十三岁 但是呢 有人派他为师 谁派他为师 宣言皇帝爱广成子为师 宣言皇帝变访七十二大的一个名人 但是没有办法奉得正法 最后竟然爱十三岁的枉成子为师 才寻求道正 所以这些例子让我们知道 要求道学道修道 必须要去访明师 那我们也很幸运 在这一世就让我们遇到了 求道四难 人生难得 我们人生 明师然遇 我们遇了没有 也很幸运我们都遇到了 那所谓的天命明师 就是领受上天无生老母的名命 那领了这个命 要来担付手要指的一个工作 就是为了人的一大事一元 一时一运 来到人间 草庄降世来到人间 接续起这个道头 来爱天传道 人的一大事一元 是哪一大事一元 生死这一大事一元 在谷祖宏恒大师 他也曾经告诉他的例子 四人生死四大 如等终日只求蝴蝶 不求出离生死无寒 自信若离福何可救 但是一般人在追求什么 在追求福报 在做福田 没有得到明师一纸点 男超脱生死 要不要在四生六号 如回当中去轮走 行善布置的工作 他还要做 如果不是本心 学法无一 所以我们有重要的一个 书生的机缘 育明师 指点我们的本性 本性 是相当的一个书生 但是有时候 如果不去生自体会 有时候得之容易 也很容易 就把它放在一边 当一回师 他明师最重要的就是 指点众生的一个灵性 回复本性 回复原来光明的那个本性 最终能够大本还原 这样的一代祖师 称为天命运师 当然我们的天命运师 我们都知道 这是我们的师尊 师尊姓章 回名回生自光碧 浩浩天南 出生在三宫祭明 生于清光去十五年七月十九月 成就的一个火味是天南古佛 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师尊是 激公佛佛的一个分离转世 激公佛佛的一个分离转世 那师母 庆尊为明 素贞又名 明善奥奥奥奥奥 一样出生在山东 善县人 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八号 那师母是 愿会菩萨的一个分离转世 师母是愿会菩萨的一个分离转世 那师尊师母在哪一年同领天命 民国十九年 民国十九年 也就是1930年 师尊师母同领天命 那我们来看一段 发音同的剧团 所演出的一段戏剧 师尊师母同领天命 阿姨 求老母慈悲受惟成命 孩儿光丽无财无德 实在单独自以动作的道乐 跟求老母慈悲立举大谢 求老母慈悲 孩儿慧礼无德无能 实在不敢领受此命 况且孩儿早已一心清秋 如今正夫妇名分 请祝孩儿不能接受 求老母慈悲 这样的阿韩同江招人归利啊 求老母慈悲 这次让他难开来 我怕他们各位 拦你移动啊 求老母慈悲设罪 孩儿实在不敢应命 求老母慈悲 这里面教师小姐为难啊 拦住老母慈悲立举现在大的 孩儿恐难承担此任 求老母慈悲设罪 孩儿实在无法接受 你们再不接受 就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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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不接受 开儿 您认识 也不能接受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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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